对 后边还有很长 没有 我是觉得有点 是真的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影帝 对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是说这个奖杯 我说是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记得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 有的同学就说 黄渤也考上电影学院了 现在的招数标准太松了吧 娱乐圈从来不乏有颜值的人 但有颜的人呢 会被更有颜的人代替 只有才华和情商会一直都让人追随 黄渤没有颜值 没有背景 开过工厂组过乐队 但就是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野和尚 成为了娱乐圈中少有差评的演员 和五十亿的影帝 提到黄渤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情商 正是因为黄渤的高情商 在圈内也是大呼好听 许多女演员在被问到 最想和哪个男演员合作时 都会提到黄渤 黄渤的情商并不是事故原话 也不是油嘴滑舌 而是在他经历了人生百态之后 收集的智慧 为人周到和无可挑剔的说话技巧 一直都是黄渤被外界称赞的原因 车子 孩子 我不知道这三子您完成了哪几项了 房子反正我买的是一手的 你把海青已经逼到那角落了 这个什么孩子 孩子肯定不是二手的 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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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子呢 这应该算是二手的 因为是别人送给我的吧 这个小赛欧 然后呢 这个我想也挺好的 就是省油 环保 有一次黄渤在节目上和杨颖做搭档 虽然两个人都是娱乐圈比较火的人物了 但是因为两个人没有太多的合作往来 baby呢 在见到黄渤的时候 也是直接叫了一句叔叔 杨颖原本以为自己自降一辈的谦虚态度 会让黄渤感到舒服 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黄渤不仅没有开心 反而有点不高兴了 直接不带脏的回对杨颖 只见黄渤啊 面不改色 甚至还露出了一些笑容 首先他表示对叔叔这个称呼 表示拒绝 随后呢 他说那你和黄小明的关系 岂不成了爷孙的关系了吗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黄渤和黄小明都毕业于北殿 黄渤称黄小明为师兄 而黄小明呢 是杨颖的老公 因此啊 素质关系再讲一倍 就成了爷孙的关系 杨颖当时也是略写尴尬 无话反驳 但是始终呢 也是面带微笑的 只看黄渤情深太高了呀 这个我必须得说 一飞确实没有那么老 对他是 他从哪走哪地方 就变成了一道风景 这也就是风景 在第57页颁奖典礼 作为内地演员的黄渤 被邀请为当天晚上的颁奖主持人 而黄渤一上台后呢 就非常兴奋的开口道 每次来到台湾金马奖 都非常的激动 感觉就是和回到家一样 可是没有想到花音刚落 在台下的主持人蔡康永 就接了一句 台湾是我家不是你家 此话一出台下的 所有大陆香港明星脸色 非常难堪 刘德华刘嘉玲等人 更是一脸的严肃 就在大家为蔡康永这句话 气氛的时候啊 台上的黄渤将强悲地回怼了一句 让蔡康永瞬间无地自容 黄渤道 虽然是你家 但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刚刚看到 还有一匹马跟你在一起 我只见过人骑马 没见过马骑人的 此话一出让台下大陆香港明星 瞬间拍摄较好 黄渤就是我家不是你家 谢谢谢谢 没有 其实我刚才看到 就是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刚才还有一匹马跟你一起 对对对 这么久了 只看到人骑马 还没有看到马骑人 拍电影嘛 show business 原来金马奖颁奖典礼 开奖前 明星进场都需要做红毯 而蔡康永呢 当天的穿着 竟然是身背一匹一般嘛 也因为这个奇怪的打扮 才引来后面黄渤的嘲笑 不得不说黄渤的情商非常高 波光制止了 当时的尴尬场面 还挽回了内地明星的尊严 其实黄渤的情商 也不是一两天就练成的 他也是摸爬滚打 经过了好很多事情 才将自己打磨得圆滑的 都是时间和阅历的沉淀 黄渤表示 自己每天都在阅读 通过阅读不断的积累 这才有了屏幕上 那个临危不乱的形象 我们最好的舞台 打不拉开 欢迎你到来 人山人海 一起喝彩 感受我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